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别紧张 对了 你想好又怎么感谢我了吗 哪有人追着讨许的呀 那你要是想不好 我就自己选了 这么多人呢 你干嘛呀 留下一个印记 让你记得 我永远在你身边 你现在还紧张吗 没关系 去吧 大家好 我是今天的沙龙分享人陆黎 今天我想跟大家聊一聊 女生到底适不适合做程序员 不是关于游戏的吗 怎么变成程序员了 是不是来错时间了 那我们先走吧 走吧 来 杜老师 快点快点 杜老师呀 加油 加油 杜老师加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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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坐这儿 不好意思 杜老师 迟到了 杜老师好 杜老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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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 快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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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先 response 出事 快点 你在这儿 大家好 我是今天的沙龙会分享人 陆黎 我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 女性到底适不适合做程序员 很多人认为 女性不适合做程序员 这不仅是社会对女性的偏见 也是整个行业的错觉 可能有人会说 你没有能力改变世界 没错 我们是无法改变世界 但我们至少 不会让世界改变我们